那么他是美籍的泰国人 27岁 绰号闪电 2006年泰国两大全场之一 伦比尼全场轻量级 排名世界第一 现役WMC世界冠军 现役WPMF世界冠军 美国泰拳轻量级第一人 2009年他移民美国 代表美国征战世界 至今没有败绩 我们又请现在世界 泰拳排名第一 勒德斯卡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了 这是蓝号拳手勒德斯卡 外号是闪电 他是美籍的泰国人 今天二级最高是170 他参加国123场比赛 而且是现役的WMC WPMF的世界冠军 他今天要向WCK现役台全世界冠军 你要拔击挑战 和勒德斯卡对阵呢 是中国勇士李宁 他是武力风 那台上最聪明的选手 他的大脑和他的自知 一样强大 我们有请中国勇士李宁 伊贞 柯 表演 他真的要拔击 全世界冠军 导演 是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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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ในวันพรุ่งนี้ครับ บอกให้เชียมตัวรับกับอมุตย์งวัยไทยทุกอย่าง 这位就是武林峰的中国勇士李宁 他目前也是WCK的泰拳现役的世界冠軍 今天是他在卫冕站 他今年21岁 身高是1.70 在武林峰的战绩是十战九胜一奉 他是在去年的海南海口 获得了WCK的世界冠軍 那么今天是他都未冕站 比赛 现在开始 三圈 三圈 往来 xes Lauren 五圈 郷사�cla 五圈 中文字幕 保持 越乘 小cture 好 四圈 我们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WCK泰拳世界冠军未免战开始了 红方是武林锋的中国勇士现役WCK的泰拳世界冠军李宁 蓝方来自美国的俄勒斯拉号称是闪电 他目前是WMC的试却泰拳理事会的冠军 我们看到从这个第一局看于这个美国的俄勒斯拉利用自己的猪场 因为在泰拳比赛当中是可以运用吸肉摔这些技法 因为这是WCK世界泰拳也是为举办的这种未免战 要打五局每局是三分钟 这是李宁的未免战 让我们在美国看到了原汁原味的纯态势打法 那么红方是武林锋的中国勇士李宁 那么蓝方是美籍泰国人 勒斯斯卡 勒斯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一开局啊 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 他在比赛当中没有更多利用纯态势的那种进攻的方式和打法 我们知道 泰国人在美泰拳的第一局比赛当中都是先控制节奏 因为要打五局嘛 但是今天没有 他认为我今天的主场 我就要踢KO你 要KO你 比赛当中更多采用主动进攻的方式 因为我们从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 第一局我们已经感受到 这个德德斯拉的力量确实很大 你看他的打法更具有这种攻击性和杀伤力 很硬了 这就是泰国的高手 当我现在世界台育理事会 轻量级排名目前是第一 不愧是高手 而这个李宁呢 以前是练这种三打 现在改练这种泰拳 那么去年在海南省的海口市 获得了WCK的泰拳 是轻量级的世界冠军 今天是他的未冕战 并想到在美国就遇到这个挑战 选手实力这么超强 同方是李宁 第一名蓝方是美国美籍泰国人 看 哇 李宁倒了 李宁倒了 这是一种装鞭腿 他永远没看到这个进攻 盧斯卡的第二局比赛的第二个进攻著作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没想到李宁在WCK的未冕战当中 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比赛 这是李宁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比赛当中 第一次被开轮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哇 谁都没有想到 这位美籍泰国人 博士尔 确实买准 看 就是这级高边队 重重地倒在脸台上 我们手相让从WCK的 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 这样的话 莫德斯卡就挑战成功 看看双方在第二个进攻的慢慢看 就是这级高边腿 看 实际的把握 准确性 距离感 控制的都恰到好处 在几个时刻里的战争 双方在二十次的战争 但幸运给他 他是很高兴的 我会来这次莫德斯卡 最后悠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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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是什么 最后悠辞了